张沃县长当选魏明谷上午也拜会了 现任的县长卓博元会谈了将近20分钟 分别就人事财政以及过去9年的重大施政 进行政策交流 那么人事方面魏明谷也表示 只要有服务热忱的公务人员愿意留下来 新的县政团队都很欢迎 我们是用人为采不分党派 只要肯留下来的 愿意为张沃县付出的 有热忱的公务人员 我们都很欢迎 那我们张沃的旅外的一些优秀人才 要回乡来服务 当然我们也很更高兴 希望能够加入我们县府的团队 强化我们团队的能量